第九百五十二集 这些年的嚣张跋扈 岂不是都成了个笑话 没有万一 不是笑话 他们才是笑话 我不是 淳于轩一下就炸了 白鹤然料得没错 不管这位圣孕公主 是不是淳于傲亲生的孩子 她都是所有皇子公主里 年龄最大的一个 也是知道的最多的一个 宫里那些行妇和孩子的事 她不可能一点风声都听不到 这些事注定会成为她心中大忌 眼下 她把这个大忌给挑开了 淳于轩不炸了才怪 就冲着她能因为个秦阳公子的事 跑到罗安公主府去刺激人丘焰 就可以看出 这位圣孕公主不是个很有脑子的人 这样的人最好讨话 有些话从她嘴里说出来 比坊间传闻更容易让人信服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密集了 公主和郡主打架 这样的热闹 人们怎么可能不看 于是人们越举越多 纯于轩那一句 他们才是笑话 我不是 清清楚楚地被每一个人听到 可她却还不自知 还陷入在白赫然 为她营造出来的慌乱中 她甚至跑过来 抓住了白赫然的胳膊 大声质问 你这些都是听谁说的 什么叫外头都传遍了 这些事 怎么可能让外面的人知道 他们都是怎么知道的 你快说呀 白赫然就是往她身边凑了去 一双手也抓上了她的手腕 那一截白腕被她紧紧握住 纯于轩不由自主地就打了个冷战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 白赫然说 还不都是被公主您给吓的 您看您 冲着我大呼小叫的 还拉扯我 多吓人呢 她说的委屈 至于刚刚那件事情 真的是外面都在这样传啊 现在不说人尽皆知 至少你出去问十个人里 有八个肯定是会点头的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所以 她又往前凑了凑 声音还是很大 深远公主啊 你到底是不是国君陛下亲生的呀 如果是 那秋燕郡主同你打一场价 也算是表姐表妹之间的内斗 算是家里人打架 没多大个事 可若你不是 那你就跟秋燕郡主说不上话了呀 你都不是皇家人 你凭什么敢跟郡主抢男人 我是 我当然是 我必须是 淳于轩疯狂大叫起来 那些小杂种才是行妇生的 我是我父王亲生的 我是唯一一个父王亲生的女儿 我是各部最高贵的公主 谁也不可以质疑我的身份 刺言一出 换了围观人群殴的一生 还有人脱口而出 原来传言竟然是真的 喝多了来闹事的人秋燕 已经被记得彻底清醒了 这会儿更死抓着孟淑于小声地问 这到底是在干什么 怎么突然提起这件事情来了 这可是大劲 谁提都会掉脑袋的 孟淑于俯在她耳边小声地说 没事 我这位便宜姐姐心里很有主意 咱们姑且就听她的 她都不怕 咱们怕什么 可她会连累孟家 任秋燕是真急了 先前见着她 还觉得是个挺靠谱的姑娘 这怎么才几天功夫人就封成这样了 你可明白 这要是上头降罪下来 孟家是什么下场 没事 孟淑于还是这样劝她 明日是贵太妃的寿宴 国君就算要降罪的话 也不会选在这个时候 至于寿宴之后 我相信现在这个姐姐 她可以处理好这些事情 也可以保护好孟家 任秋燕很想说 你就这么相信她 可是这时人群都已经乱了 人们听到了宫中密文 一个个快速地跑了过来 争相把这个密文去一传十十传百 很快 这就会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 而此时的淳于轩却还没反应过来 还在那里冲着白赫然大声地叫喊 你听到没有 我是亲生的 我是我方亲生的 跟那些小杂种完全挨不上关系 我是真正的公主 白赫然安慰她 好了好了 知道你是真正的公主了 现在全城人都知道 你是真正的公主了 这下你满意了吧 快快回府去吧 再站在这里 可就要让人家看笑话了 你与秦阳公子的婚事 是大挂师算定的 这事就跑不了 只管安心回去 做你的新娘就行 至于邱燕表姐这头 我们会劝着她 以后尽量不让她喝酒 不喝酒就不会来闹事 行了 回去吧 淳于轩心下一哆嗦 就觉得正在跟自己说话的 这个女孩像个鬼似的 手冷冰冰的 眼神冷冰冰的 整个脸看起来都是冷冰冰的 偏偏这张冷冰冰的脸 竟让她看出一丝熟悉感来 和怎么努力去想 也想不起来这人像谁 身边有侍女小声同她说 公主 惹祸了 您刚才说的那些话 可是惹了大祸了 淳于轩只顾着琢磨 眼前这个人像谁 一时没反应过来 什么大祸 我能惹什么大祸 要惹大祸也是任秋燕 区区郡主 敢跑到我公主府来撒野 她是吃了雄心豹子的 这话让任秋燕听见了 刚才还担心孟家来着 这会儿听到淳于轩骂她 又炸了 用不着吃雄心豹子的 我也敢上这来骂你 淳于轩今儿骂的就是你 不要脸 仗着身份抢男人 淳于轩脚一身 做事就要下台阶去踹人求眼 边上的丫鬟见状赶紧来 都快急哭了 我的好公主 你怎么还有心思 跟广平郡主打架呀 您刚刚说了什么 自己都忘了吗 快快停下来吧 求求您了 说吧 还凑到了淳于轩耳边 压低了声音提醒 赶紧进宫去 这事必须得主动禀明国君陛下 否则一旦国君怪罪下来 怎么公主府也吃醉不起呀 淳于轩这才有了反应 匆匆回响 不由得响出一身冷汗 再瞅瞅依然抓着 她手腕的白赫然 下意识地就冲口而出 你是故意的 是故意的对不对 故意引我说出那番话来 故意让这件事情 借由我的口传散出去 你的心思怎么那么毒啊 我究竟跟你有什么仇 至于你这样子害我 白赫然笑了 咱俩没什么仇 我只是路见不平 看不惯皇家欠满百姓 更看不得国君百年之后 要把皇位传给 跟淳于是不沾边的血脉 你说皇位要是传给那些皇子 那跟改朝换代有什么区别啊 当然 我也是为了你好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一旦新君上位 一旦真相被新君知晓 你说他首先要做的事是什么 我告诉你 他首先要做的 一定是尽一切可能 铲除掉剩余的淳于姓氏之人 让他自己成为唯一 而这其中 就包括你 淳于轩下一哆嗦 下意识地就问 为什么要铲除掉淳于姓氏之人 因为那是他心里的一根刺啊 就像你的父王 费尽心机要铲除掉 与前太子相关的一切人和事一样 只有把刺拔掉 心里才能好受 才不至于一看到那些人 就想起自己这个皇位 来得名不正言不顺 也才不至于自残行贿 抬不起头来 淳于轩心下冰凉 似乎在白赫然的描述下 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他拼命甩头 试图把那些事情 从脑子里甩出去 可是白赫然的话 却像钉子一样 钉进了他的心 让他觉得那就是真理 就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可是他不想死 他还想长命百岁 想像贵太妃一样 富贵荣华的安度万年 可若是这么说 这个万年何止不能富贵荣华 这简直就是没有万年啊 你究竟是什么人 淳于轩终于聪明起来 为何会同孟家的人在一起 他一边问 一边看向孟淑于 大声质问 说 他是什么人 从哪里来的 孟淑于没支声 只看向白赫然 白赫然还是面上带笑 一只手还是抓着 淳于轩的手腕 有阵痛从手腕处传了开 就像是被火灼烧的感觉 疼得他直打哆嗦 松开我 快快松开 你的手怎么跟火一样热 快烧死我了 怎么可能松开 白赫然只用另一只手 拍拍他的肩 轻轻地说 伤安勿躁 小痛而已 忍一忍就过去了 不是问我是谁吗 我告诉你 我是孟家的敌小姐孟淑和 前几日刚从仙渝城回来的 你记住我的样子了吗 仔细看一看 记在心里 一会儿就进宫去 把我的样子好好同你的父王说 另外再替我传个话给他 就说 他想了想 道 你就说 淳于啊 我见过你的女儿了 还十分热络地拉着手 说了好一阵子话 嗯 就这样说 他会明白我的意思 他说完 终于松开了手 后退几步 站到孟淑宇身边 去吧 听你是女的话 立即进宫去 你将如此重要的宫中密闻 公之于众 怎么着也得跟你的父王 打声招呼的 记住我说过的话 原封不动地去跟你父王转达 快去吧 他一边说着 一边去拉人丘眼 表姐 走 上马车 先送你回罗安公主府 任秋燕是被白鹅染 驾上马车的 一直到马车 他走出老远 方才回过神来 这一回神可就急了 当时就拍了大腿 你怎么能给淳于轩下 这个套呢 他是被套住了 可你把自己也给套牢了呀 你知不知道 这事一传出去 会是什么后果 不说天下大乱 至少凤香城 肯定是会乱的 国君陛下 舍不得处置他女儿 但他绝对 舍得处置孟家 你这不是先孟家 与险境吗 孟淑玉 小声在边上劝 表姐 别慌 我相信我姐姐做事 一定有她的道理 她既然敢这么做 那肯定就是 想好对策了 何况 她沉下脸 低声说 何况就算没有这个事 你以为国君 就不对孟家下手了吗 手已经下了 而且非常的凶狠残暴 我姐姐 被割头虐尸 这是我孟家 一生都忘不了的痛 所以就算没有 刚才那桩事 我孟家 与淳于家 也是水火不容 势不两立 早晚是要拼上一拼的 你 你说书和她 任秋燕有点懵 孟淑和的死她知道 被割了头她也知道 可是她一直以为 是孟家仇人下的手 从来没敢往国君 那处想 但眼下孟淑玉说了 她便觉得 似乎也是有道理的 毕竟孟家 这种沾了皇家的人家 轻易是不会有人 敢动这么大手脚的 表姐 孟淑玉握住了她的手 表姐你听我说 虽然我不知道 这位姐姐如此做 是怎么个计划 但是我相信她 不但相信她 不会害我们孟家 也相信 她能帮我姐 报了这个仇 你就这么相信她 任秋燕叹了声 也罢 既然你们孟家都信 那我也信吧 只是我得提醒你们 咱们这位国君 她可不是个明君 在她那里 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她想杀人就杀人 想放火就放火 除了对于 淳于轩这个 亲生女儿以外 对其他人和事 都没有任何原则 所有的人 都是她可以 随时随地放弃的对象 包括宫里 那些皇子公主 所以 别指望这件事情 宣扬出去 就会有朝臣 站出来质疑国君 他们不敢 这么多年 他们早就被吓怕了 各位听友哥哥姐姐们 大家好 我是主播明灵 我这次的角色 叫白浩轩 是一个小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 多多给我留言支持我 谢谢大家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